好 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注德国 德国在大选两个半月之后 社会民主党的萧茲 在12月8号正式由国会投票 确认当选了总理 梅克尔的时代结束 现在进入了新的萧茲时代 那么请张老师帮我们先看一下 在新的这个萧茲时代 德国对内跟对外 各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 我想这个 他们这次组成这个政府 基本上萧茲他也很有经验嘛 过去都是在执政 也很多的政治的一些历练 所以他作为以这个社民党 那么这个党魁来组成这个政府的话 那么基本上第一时间看起来 还算是不错 因为德国的这个政府是这样子 他联合政府 第一个他有这个投票 有过半 我们看到他是395的席位 等于多数支持 第二个因为他们这个三党联盟 不像一般的有些内阁制的国家 他们就是组合过半数就过 他们是有一个 对他们是有一个所谓的执政的公约 我们来这样讲 所以等于说大家都谈妥的 哪些可以做 哪些我们不做 哪些优先 哪些不优先 所以基本上他们在这个 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相信他的政府应该是稳定的 倒是他们这次政府里面 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算是肖子比较特别的地方 他重视这个男女的席位 男女的这个部位的比例 一半一半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绿党的部分 算是拿到不少的这个好的 我们讲一般好的重要的部分 包括外交部长 还有这个环保的部长 还有这个国防部长都拿到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方面的话 等于说是重要的一些议题 可能在未来的话 这些绿党的他的一些政见 会有一些这个发挥 但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自民党 自民党他的有一些的这个诉求 包括就是说要打一些富人税等等 可能到时候还需要讨论 也许他们已经讨论过了 不过基本上来讲的话 这个绿党政府最重要的 就是有一个我们讲的疫情 还有这个能源的一些的问题 就是我们知道最近因应这个气候变迁 所以他在这个能源的议题上面 可能要下很多的功夫 因为这个能源的议题 基本上像这个外交部长 就绿党为首的这些环保部长 他们是比较希望更积极的一个政策 包括希望这个政府提供大笔的经费 投资到绿能的这个建设 那就需要很多钱 但是像财经部长 目前这个是自民党的这个部分 财政部长他就比较保守 他们还是希望比较遵纪 所以我想这个是比较内政上面 他们必须还有 还有比较小的议题 像他比如说想要推动16岁投票权 另外还有一个大麻合法化 像这些就就刚开始 这德国 这还需要很多的讨论 很多讨论 那我想这种内政 但是外交上面大家比较有兴趣 就是他的外交有什么改变 我认为第一个对在欧盟这个部分 应该不至于有太大的一个改变 而且他基本上还是特别支持 在这个言谈之中 记者会里面 他很支持马克宏 法国这个当领头来一起推动 而且他也特别强调 法国跟德国我们讲的轴心的 这种的同盟的这种 这种合作的一种伙伴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认同 至于说在这个比较对中国问题 这个部分的话 虽然我们看到很多这个 目前很多媒体有讲了很多 又是比较亲中 又是会稍微比较这个 对中国比较严厉等等这种 我觉得目前还看不出来 因为这个可能是他的 他们是政府里面 可能一个必须要在观察 在协调的地方 因为他才刚上台当总理 过去16年 梅科尔这么长的时间 可能他也有时间去适应 但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认为我们还需要一点时间去观察 因为现在的讲话都不太清楚 刚刚总马上任的时候 变化可能不会这么大 但对内一定要先整合好内部的意见 那对外的话您刚刚提到的 是像对法国 那特别接下来想说 对中国大陆 还有对俄罗斯这两个大国 大使您的观察 他们的对外 特别是对中国大陆 跟俄罗斯的政策 我想一定会有一些变化 不过这个变化 我的推测不会太大 因为肖茲是一个比较 比较这个 我觉得他是一个 比较稳健的一个领导人 他不会像现在的这个 绿党出身的外长 居然讲说他最大的资产 就是因为他没有经验 那就把他的 其实是他最大的缺点 就是没有经验 这么大一个国家 一个外长是没有经验的 那我想是大家捏一把冷汗 所以我觉得肖茲 他的过去从政经历非常完整 也是在这个 美国政府里面担任过副首相 财政部长 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有 很强的延续性 可是很不幸的 他面临一个联合组合 里面有两个比较极端的政党 那么一个是绿党 一个是自由党 那而且他把外交的权交给了 这个绿党的这个 没有经验的这个 Bellbank 这个这位这位女士 那这位女士 大概一上任 他就点名了好几个国家 这几个国家 俄罗斯被他点名 大陆被点名 匈牙利也被点名 那么看起来他 有很强的所谓价值外交的倾向 可是问题就是说 德国这样一个全球化 有这么多深的经贸力的国家 那么讲价值的话 可能会让他的这些 国内的产业界 留一把冷汗 那将来很可能就是 肖茲要在德国的利益 跟一个没有经验的一个外长之间 他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对那对俄罗斯来讲的话 我想基本上北溪二号 这是德国的一个国策 也不是老一个政治人物的政策 我想肖茲会继续下去 那这个部分他就要承担美国方面的压力 那对中国大陆来讲压力 除了内部的压力 也有美国的压力 那美国压力 现在第一个测试的就是 这个北京冬奥 那北京冬奥我觉得 现在德国是没有表态 我也觉得他可能 未来也不会表态 那么另外一个 他上任以后 第一个出国访问就到法国 到巴黎去了 他跟这个马克宏先见面 你知道巴黎的气氛 现在是很反美的 反英 那整个说起来就 法兰西民族 现在可能感觉是被 这个安格尔·萨克勋民族 再度踩在脚底下的那个感觉 所以他这个时间去找他的 这个欧洲的朋友的话 我想要成立一个 欧洲的共同的一个 所谓的 这种所谓的自主的一种 战略自主的话 我想他在这个 在面临今后跟美国的 这个关系上 我认为他跟Market的态度 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那倒是内政部分 他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他现在给这个 另外一位绿党的一位 另外一位主席 给他一个超级部会的 一个首长 他是要来整合环境 跟经济发展 这个环境跟经济发展 两个是背道而驰的 你如果说今天绿党的政策 说我要2035年 我要把所有的柴油引擎 通通禁掉的话 你想想看一个世界汽车大国 他这些有多少的这些 既得利益 在这短短时间转得过来 所以我觉得萧之现在 真的面临的比较大的问题 倒是他政府里面 能不能维持这个 这个红绿灯 这个内阁的和谐 然后另外走德国 像Market那种 稳健而进取的道路 而且我觉得他跟Market最大的差别 他觉得Market Market的这么多年的执政 他说Market是一个很好的妥协者 可是他没有强烈的改革的欲望 那这个萧之改革欲望 是什么改革欲望呢 其实他不是要改变世界 他是要实现他们社会民主党的 社会主义的理想 也就是把德国的社会 从社会主义 社会党的角度来做一个改革 所以我觉得 如果与其说他会在外交上 有什么大破大力 我觉得还不如期盼他在 德国的内政上 可能会比较大破大力 大使刚刚提到 说北京冬奥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萧之现在 马上也要面对的啦 那包括他的总统 已经表态是不会去 但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可是萧之他接下来 还是得做一个决定 那您是说他不会去 宣布说到底去或不去 Ross你觉得呢 我觉得美国已经开一个保护山 所以除了美国之外 已经有几个西方国家 说我们不会去 所以萧之也不会说我们不去 因为他本来也没有计划派什么人 毕竟他们刚上任了 所以他们本来就没有 这个计划派什么人 所以他就不用说什么 而且是在美国的保护山之下 因为其他国家也不会派人 但是如果他要跟西方国家 也做一些区别的话 他可以请他驻北京大使 有多一点公开活动 我说在冬奥期间 就是跟德国选手 有一些比较公开的活动 这个也这样可以 密布跟中国的关系 而且如果参考 看到最近几年的历史 每次德国热祸中国 或德商公司热祸中国消费者的话 也不会维持太久了 因为中国消费者 那么喜欢买冰湿车 双臂车或其他德国商品 所以不管是打来打来 去德国的时候 德商公司在中国有些广告 让中国消费者不满 他们网络说我们要低纸 其实也没有维持很久了 所以这个也许会派 但是不见得这个层级是有到一定高的 这样的一个官员去 委员刚刚那个大使也提到了 就是说对肖子来讲 其实他的内部要先想办法搞定 因为我记得您在节目当中 也曾经一再的提醒说 光是这一点 就够消资要去伤脑筋的了 对了因为他那个刚组成 总是要稍微磨合一下 事实上政策大议题是中欧投资协定 因为马克宏明年四月底就选完了 如果连任的话 我觉得法国德国应该会准备要处理这一题 可是中国也必须在欧洲议会的抵制做让步 那这可能会有一个协商的过程 那德国要做价值外交真的是非常困难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德国2019年 在俄罗斯就有6200家企业 你能抵制俄罗斯吗 那你的汽车产业跟中国结合这么深 你有办法抵制中国吗 所以这个就很现实 因为它毕竟就是 欧洲最大的出口国 所以这现实利益太大了 可是就是就考验消资的 内部的整合能力 因为它的政权的基础 起来比梅克尔要弱很多 他如果外长跟他的意见不同的话 你觉得肖子会怎么做 那只好外长走人换人 OK 好我们等一下就来关注的另外一个 除了德国以外呢 还要来关注法国最新的情势 马上回来